1月10日亚市早盘美元对日元重蹈了上一个交易日 1月9日亚盘时段的走势 但是引起汇价下跌的原因却不尽相同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1月10日星期三 周三亚市早盘 美元对日元一度反弹至112.81线附近 但随后便出现了快速下跌 并创出了5日低点于111.85一线 目前汇价承压于112一线下方 短时间有继续回落的风险 这波下跌主要归因于亚洲市场的避险情绪升温 有报道称 1月9日朝鲜在与韩国的谈判中拒绝就核问题做出让步 朝鲜官员表示 朝鲜核项目并非朝韩之间的问题 朝鲜的核武器只针对美国 讨论核问题将会对朝韩关系造成负面影响 市场人士表示 朝韩谈判进展令人失望 这使得作为避险资产的日元出现了回升 与此同时 中美洲地区发生了一场7.8级的地震消息 也进一步打压了投资者的情绪 美元对日元出现了下跌 使得美元与其他主要货币的比价 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回落 而逆软昨日强势反弹的一个重要因素是 10年期国债收益率的持续上涨 10个月来首度升破2.5% 美债收益率曲线创于一年新高 这主要是受日本央行缩减购债规模消息的影响 1月9日日本银行宣布将缩减购债规模 将25年期国债购买规模从900亿日元 缩减至800亿日元 10至25年期国债购买规模 从此前的2000亿日元缩减至1900亿日元 这使得美元对日元从113亿线上方快速回落 日内在缺乏美国重要宏观数据的前提下 投资者将会根据市场情绪的变化做出判断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回顾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